好在这一边呢 我要教大家的是 from 2 chapter 5 circle 圆圈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首先要学他的名字 so 那个圆圈的名字呢 他有这一个东西 我从这一边来到 o 去到 d 然后我 o 去到 e o 去到 c 呢 他都是属于他的半径 他半径叫做 radius 然后这一条 o a 也是 radius od 也是 radius 这个是他的半径 ra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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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一边呢 他的 radius 呢 是从圆星出来 ok 这一个我们第一样东西呢 他就是 radius ok 马来文呢 他叫做 jajari 然后他是半径 ok 就是从圆星出来 到那个圆的边的任何一个 就这样他任何一个都是他的半径 然后接着呢 我们还有那一个 呃 diameter 马来文也叫diameter 他这个叫做直径 ok 直径 所以我的这一个 radius jajari 呢 我用 r 来代替 diameter 我用 d 来代替 所以我的 d 是两个 radius 然后他是直直这样一条过去的 这一个是我的 diameter 是我的直径 ec 是我的直径 e b 是我的直径 然后 ac 是我的直径 ok 然后他在这一边呢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code ok code 的情况之下呢 他叫做那一个 呃 perrantas code ok 他是 那一个 perrantas 然后他是 旋 ok 呃 和弦的旋 那旋 旋 旋 来这边这一个 perrantas 他是旋 一个公 一个旋 这样 ok 马来文 他这个是错了 这 code c h o 旋 ok 呃 这个是先 先 旋 ok 好 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懂 旋跟直径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旋呢 他 旋跟直径他都是碰到那个圆圈的两个点 可是直径呢 他有经过 他有经过 o perrantas 呢 没有经过 o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我的 这一个 perrantas 这一个 code ad 是code 然后 cd 是code 然后 我的 be 是code ok 就是他没有经过 o的 就是他的code ok 所以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的 那个 什么 cd 是code 然后 这个是 be 是code 然后 那个 eob 是diameter 然后 那个 什么 aoc 是diameter 然后 然后 我的 o a o b o e o a o b o e 都是radius ok 然后 他是singular是radius的 fural是radii这样啊 然后我的 o d o a o c 都是radius来的 半径 ok 从 在这一边 这个是半径 这样 然后你的圆规打开 转一圈 然后 从圆形到旁边的每一个点都是他的radius 都是半径 来 在这一边 我有一个圆圈 ok so 我这一边这个假设这个点是我的圆形 然后我在这一边 我画一个圆圈 这样 ok 从我的圆形 去任何一个点 ok 去任何一个点 去任何一个点 ok 这一些都是他的radius 都是他的半径 然后 我在这一边呢 如果 我有一条直线 然后 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是 有经过圆形 然后 他碰到 那个两个边 这个是他直径 这个就是diameter 直径 然后我一条直径等于两条半径 ok so 他可以这样 这个也是一个直径 ok 所以一条直径等于两条半径 这个是diameter 好 在这一边我们有这个圆圈 这样转 ok 我在这边这样转一个圆圈 so 我的这个 手 就是我的半径 然后两条 半径合起来就会变成直径 ok 那个就是diameter 没有 然后 接着呢 我们还有第三种线 第三种线是怎样的 我就连接 他 他连接两个圆的旁边 然后他没有经过圆形 这个叫做cord 好 接着呢 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们有miner sector 然后major sector miner arc major arc ok 首先呢我们的sector呢 ok 马来文叫做sector 然后 然后他的那个中文是叫什么啊 其实我也是不懂的 我sector sector是散形 散的形状 散形片 散形面 ok 散形 散的形状 sector 他是 那一个 呃 散 行 面 ok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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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着呢 我们还有ak ok ak 的情况之下呢 他叫做 胡 肠 啊 胡 肠 马来文呢 他叫做 Lenggok ok 散形面是什么东西呢 散形面就是这个扇子的形状 啊扇子的形状 ok 然后 就好像pizza 那样的样子 啊 pizza 好来 在这一边 他的这个 我的 AO CB 是一个扇子的形状 然后我的AOCD 也是一个扇子的形状 然后我们要知道呢 minor 是小个的 major 是大个的 ok 然后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 OA DC 我喜欢是OADC 然后 还有OABC OABC OABC OA 是 minor sector 我的OADC是 major sector 然后我的OABC是 minor sector 我的OADC是 major sector 所以这个ABC是他的 minor sector 然后我的ADC是他的 major sector 然后所以我这边ADC是他的 minor sector 然后这边ABC 然后这边ABC是他的 minor sector 然后我的ABC这边的这个ABC 是他的 major sector 然后我的这一个ADC是他的 major sector 那 mineor major sector 那 这样 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的胡藏 我在这边我要教大家一样东西 很特别的 OK 我在数学里面呢 如果我写那一个 abc 的时候 他代表的是直线 abc 就是说我从 a 去到 b 再去 c 直线 abc 然后如果我写 abc 搭一座桥的时候 他代表的就是弧长 abc 从 a 去到 b 去到 c 弧长 abc 就是这一个长度 就是说圆圈整个的长度的一部分 从 a 来到 c 的这个长度 然后这一个地方呢 他是 a d c 弧长 然后这一个他是 abc 弧长 这一边他是 a d c 弧长 从 a 去到 d 去 c 这一边是 abc 的弧长 你在上面搭一座桥的时候呢 他就是代表他是弯曲的长度 圆圈的弯曲的长度的一部分 那个叫做 arc 弧长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边 我们有 segment ok segment 好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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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部分的 然后他是那个 的数学在这一边 a part of a figure cut out by a linear or pan intersected ok segment segment segment是他这样跟他 用cord来跟他分掉 然后小的是minus segment 大的是major segment 好 所以 那一个tambaring 就是这一个sector 他叫做tambaring ok sector segment segment tamb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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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sector tambaring 的情况之下 他是属于他分开的断片 en requ ok 嗯 断片啊 应该是断片嘛 就是圆圈它分成一段的那一个 一片的这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一边他这样 这样就是想你正常人家切蛋糕的情况 之下切pizza的话呢 我们是呃正常我们是这样切 切成散的形状 然后那个人呢 他就是这样切切一刀 那这一边这样的 哈哈哈 ok so 这一个呢就是他的 segment minor segment major segment 所以我的 b 这边是 minor segment 然后我的 a 这边是 major segment 我的 a 这边是 minor segment b 这一边是 major segment 好就是这样 好这一些名称呢 你都要把它背上来 ok 这一些名称radius 代表的是半径 ok 不过你你如果我讲全部都要背呢 对一些学生来讲可能会比较痛苦啦 这样我就选一些比较常用的 就是radius 半径 diameter 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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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你一定要背的 sector 是他的那个闪行面 还有ark 这四个是我们一定要背的 segment啊 然后还有cord啊 这一些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sector 这些是我们比较多见的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quadrum quadrum呢 他是四分之一个 元 ok quadrum是四分之一个元 然后 呃 quadrum是四分之一个元 然后 然后他的他应该有名字的quadrum ok quadrum是向线 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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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之一个元啊 ok 所以 在这一边他这一个quadrum是 圆 呃 圈 的 四分之一 ok 然后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个 ok semi circle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半圆了 半圆 ok 圆圈的一半 然后记得quadrum那边呢 他是有90度的 然后半圆是180度 90度 所以这一个是quadrum 这一边180度 这一个是semi sicle ok 然后这一个是 semi sicle 这一个是quadrum 四分之一个 好 半圆 好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要懂这些名称 所以如果你是用那个 呃 马来文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有 Jajari Lilitan是什么呢 Lilitan是那个整个 圆圆圈的 圆頭 Lilitan是圆轴 然后centra 是他的菩薩 圆心 diameter 直星 Jajari 半径 然后这个tembering是那个 什么segment 然后sector minor sector major sector minor arc major arc 然后prentas这样的 这些名称你都要背上来 ok如果你学校是用英文版的 你要背英文版 然后这个 这个是lilitan 然后lilitan是圆周 圆周是什么呢 圆周 ok就是那个圆形 圆形的周长 ok呃周长 ok圆周圆形的周长 area就是面积的 ok好 所以circumference c是圆周圆形的周长 马来文是lilitan ok ok 然后o是central ok central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central呢 它就是pusat ok也就是圆形 pusat 然后它也是 那个圆 圆形 圆形 ok圆形 第五个圆形 ok pusat 圆形 好 好 所以这一些前面第一个部分呢 是我们要认清这一些圆圈的部分的名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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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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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